中部的帶到形態不一樣的俄羅斯方塊 拜託在想我上面 看到中部的表情 大家是都非常認真思考 雖然說也像年輕人一樣歡迎很快 但是一部一部完成 也是可以在場的歡樂化的好歌 他第一個他可以訓練他的五感的是手的部分 他要拿起來 那他要放好在格子內 那第二個部分 今天的俄羅斯遊戲啊 他是要玩一個對角的遊戲 所以跟我們以前在對齊 可以消掉的方塊是不一樣的 所以長輩他還要運用他的眼力 運用他的頭腦去找 那其實這個也可以訓練他們 平常可能手在拿東西啊 或者是手在握筷子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是可以訓練到他們的五感的 明安立立長用心經營老人好你的母親 就是希望社會中間 現在都可以慢慢走出來 和家庭頭買的活動 來增加社會參與 讓他們的生活 竟敢唱是快樂 一陣子我都會有建築活動 拜一拜三是我們自己的老人 會煮工給他帶動 還有這個環境 讓這麼準備 可以讓一個很好的地方 可以讓他們每天 每天都在家裡 在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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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運動 來回到學校 終於在家裡運動當中 讓運動變了更有趣 在家裡 就出席心中間的運動一彎 進一步改善思靈和帥魯 讓我們想來跟你們 採訪報道